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当贝鲁归回的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 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因此当他们根基立好了以后 有十多年的时间圣殿是荒谬的 可是透过了撒加利亚先知和哈盖 要索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束亚刚强起来 要再一次的恢复对圣殿重建的热忱 然后神就对他们说 能够重建圣殿不是依靠任何人的势力 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够成就一切 所以今天我们思想教会的复兴也是如此 只有来到复兴教会的主 这位神的面前来寻求他 在旧约历代治下里面的这些君王人物 都来到上帝的面前 跟神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恢复的关系 为什么他们会想恢复跟神的关系呢 往往就是因为国家有一些苦难 或者是说他们面对了许多的战争 或者是面对了一些的处境 让他们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寻求 包括了被鲁归回的尼西米跟以色拉 他们回来以后就在那个水门的广场门口 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读神的话语 边读神的话语然后边流泪哭泣祷告 复兴在那个时候的确也临到他们 因为他们跟神恢复关系 他们悔改 他们跟上帝有非常好的亲密的连结以后 就欢喜快乐 因此我们这样思想 复兴往往跟苦难的土壤 或者是跟苦难的环境似乎是连结的 透过这样的苦难 人才会想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好像农夫在浇灌在洒水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所以今天复兴没有临到我们 我们就要好好去思想如何去预备复兴 就从我们本身对上帝的态度开始 每一天我们都有敬虔的生活 灵修的祷告带着一个非常恭敬的心 先从我们的家庭开始 然后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去感染这种复兴的氛围 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 撒末尔时代因着这个属灵的人就带来了 以色列人的复兴有四十年五十年 不要小看你 不要小看我们个人在教会能够扮演什么的角色 一个人两个人的复兴 有可能就带动整个教会的复兴 像亚撒时代 我们也知道 那时候先知能够对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语 叫他们倚靠神 因着亚撒也愿意谦卑下来 复兴有二十年 在约沙法时代他的复兴也有二十年的时间 从他当任国王的开始 他就派遣他的臣子 这些祭司这些立位人就走遍全国各地 不断的去寻回的去教导他们律法术 你看一个人当他复兴起来的时候 其实他是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 西西家王时代的复兴有多久 西西家王的时代至少二十九年 总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复兴有一个现象 我们用一个图表来表示 这个图表里面告诉我们有三个要点 重坐标是在讲复兴的范围 那么横的坐标是在讲复兴的深度跟时间 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个重点就是复兴何时引爆的 第二复兴的时间会多久 第三复兴什么时候会衰微 这值得我们思想 复兴往往引爆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 历代自下七章十四节十五节这段经文 人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 承认自己的罪 无论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当然在悔改复兴引爆点之前会有一段低潮起 比方说百姓很冷漠 或者是说对上帝的关系不是非常的热切 因此会有一些人开始看见这个危机 所以神会兴起一些复兴的器皿 当复兴起来的时候 有可能他复兴的范围是一个地区性的 也有可能是一个全国性的 例如像亚撒的复兴就比较属于全国性 包括了北国南国不单只是一个小地方 北国都跑到南部来投靠了亚撒 甚至他们来寻求耶和华生的面 所以有的复兴他的范围是很大的 有的复兴范围是很小的 像以利亚的复兴 可是他的复兴他的强度虽然一下子很强 可是很短而且不够深 所以因此我们要思想 复兴有他的深度跟他的时间 复兴的深度是包括了 人心不仅是愿意回转归向神 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改变 可是有的复兴是一下子很愿意悔改 可是过后热度过了以后 生活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的复兴深度不够 时间不长 因此我们说真正带来复兴以后的深度和时间 之所以会深会长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归上帝的话 做杂根的功夫 才能够让复兴真正的可长可久 如果不是回归神的话语 有可能那种激情式的复兴 来得快去得也快 教会增长学之父 马戴文他认为 当教会开始有复兴以后 带来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教会的增长 这个时候教会要持续不断的向外做见证 教会他要预备好 教会的牧者 还有教会的领袖们 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 准备进入到那种增长的那种模式里面了 第三 当教会开始有人进来 我们要传福音 而且预备好容纳更多人的时候 30个人 40个人 100个人 1000个人进到教会的时候 教会有没有好好的 有一套建造他们生命的程序 有没有建立起来 如果那个生命的程序没有被建造起来 那么进来的人也很快的 他重生得救以后 前门开很大 后门也开很大 就跑掉了 所以教会预备好 包括了人的心 包括了方法 有没有好好的 该预备好的 让人可以进来就接受装备而成长 让复兴不要停止 因此我们说复兴有他的时间 有他的长度 有他的深度 有一本书叫做荣耀进行曲 近300年教会的复兴历史 他提到 基本上复兴的周期 就差不多是50年一次 而复兴的模式就是 神会兴起一些复兴的器皿 是因为有许多人在祷告 许多人受苦以后 他们就来到神面前寻求 所以苦难 祷告 寻求 然后复兴临到的时候 有一段的时间 有可能30年 40年 50年 时间过后 慢慢的会消退 但复兴消退了以后 就是复兴的衰微点 衰退点 我们也要知道 为什么会衰退呢 其中有三个原因 是因为信仰掺杂了其他异端的进来 第二 是因为领导者个人的软弱造成的 第三 因为在这个教会当中 有不合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亚萨 亚萨他的复兴 我们说过 他是一个全国性的 也包括了北国也来复兴 可是后面为什么会衰微 因为后面亚萨骄傲 亚萨不肯听先知的劝告 甚至他年老的时候 脚有病 他也不寻求神 然后还虐待一些 北国来的以色列人民 所以弟兄姐妹 复兴会衰微 跟异端的胜入教会有关 跟个人的软弱有关 跟群体的合一性有关 比方说像西西加时代 约沙法时代 有一些异端就是跟亚哈结盟 所以我们看到约沙法 他的这一个后代 我们看见就受到了这些影响 弟兄姐妹 不要小看异端 异端会让父亲的工作 很快的就熄火 所以在这里最后我们要说到 神期望他的教会是复兴 是希望恢复活力 是希望愤怒转移教会 也是鼓励他的百姓 能够再一次的来寻求他的面 然后神要彰显他的主权和作为 在他的教会当中 愿神祝福你 我们下回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